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庞谈双元蛋Chunggu直播争议的真相 2月后,庞谈双元蛋Chunggu打开直播与粉丝们沟通了 当天Chunggu也在直播中唱了非常多首歌 让粉丝们都非常幸福了 而看直播的观众说也超过了1630多万人 点赞说超过了314000万以上 也出现了1000万多个留言 但是在直播结束后 我收到很多网友们的私讯说 Chunggu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公司是不是取消了Chunggu的所有行程 总之就是非常担心Chunggu的留言 然后也收到了相关影片 在我看到网友们的私讯跟这个影片的时候 说实话第一时间我的反应是 嗯? 嗯? 因为我有看完Chunggu的整段直播影片 给我的感觉只有快乐 可爱 一点都没有感觉什么不对 反而是看到网友们发给我的剪辑过的影片 因为那个背景音乐跟不是说非常正确的翻译 感觉真的会误导很多人 首先是瞒着公司偷偷直播的那段 用韩文原文看没有剪辑过的内容的话 因为公司内部的规定 所以直播要事先向公司报告 突然想要见粉丝的时候 要得到公司许可的话很麻烦 所以瞒着公司偷偷打开了 然后接着说了公司应该会来联络吧 什么?不可以这样?那怎么办? 现在应该可以吧 我出道也这么久了 不是吗?不是吗? 完全就是非常调皮可爱的一段 并没有那种很严重的感觉 而不只是我其他航文网友们也是觉得 瞒着公司打开直播的这段非常可爱 然后就是行程都被公司取消的那段 如果看韩文原文没有剪辑过的内容的话 我没有再准备专辑啊 大家应该很期待了吧 我也很期待我未来的专辑 最近要怎么说呢?成员们都在各自活动 像是延长的感觉 但我是都停止了 所以有点奇怪了什么都不做 有点蛮好的 我很喜欢什么都不做 所以我说过重新出生的话 就要以石头出生 现在就好像是石头一样的生活着 也是那种很可爱的感觉 一年都没有被公司取消形成 或者是怎么样的内容 然后为了确认 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不正常 所以这两天 看了所有论团有关全国直播的留言 以及新闻报道 但是都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大家担心的那种留言 很多人应该知道 我的本命是穷古 所以如果有关于穷古什么事情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大家真的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OK Tomoto by Together的迷你第五张专辑 以218万889张的记录 创下了韩国历代 首周专辑销售量的四位 而前三位都是捧弹苏牛蛋的专辑 五位是StickKids的迷你第七张专辑 吐拜托这次粉丝大量增长了 音源专辑成绩都超好 路人都觉得歌很好听 最近一直在听 哇更成功吧 歌太好听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退伍的男男一等 2021年5月入伍的EXO北京 2023年2月5号 即休民第五苏火千千年 成为EXO队内第六个退伍的成员了 终于 怎么北京好像感觉是当兵当了五年一样呢 我发誓是别家粉丝 别的艺人都感觉是已经 但北京是现在才的感觉 北京赶紧去工作室准备专辑吧 希望能早日听到北京的兴趣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